欢迎收看订阅新闻 我们来看到最近的消息是 新北市劳工局呢 今天公布了今年第三波 违反劳基法 治安法 性别平等工作法 以及劳工退休金条例的雇主名单 总计有334家业者 总共开罚了1952万 其中又以统联客运 被开罚金额最高 新北劳工局就指出 统联客运雇用了劳工人数 有1500多人 这一次已经是第九次 违反劳工超时工作这项规定 所以重罚85万 而本次劳基法违规情形 有61家是没有依法 来给付加班费 这是违规最多的项目 刘非打承转听 剧场也订阅 你不应该 也得如即兴力